日在LiveT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修学佛法最主要就是了解众生苦和生起大悲心 那这个悲心必须有实际的行动 那晚上就有很多孤魂野鬼 所以刚刚我们特别去看这一尊我们幸运寺 也是我们兰卡威最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各位都去看过了 那刚刚我们坚里在问我说 那个观音菩萨那个脸啊要不要修一修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答案 观世音菩萨的脸啊 它永远忧愁忧愁的 它就要让我们了解 念一下众生好苦 各位苦不苦啊 苦啊 你不苦来寺庙干嘛 就是苦 凡事没办法控制 变化无常 一切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很苦很苦 特别那些孤魂野鬼 所以观音菩萨的脸要我们了解 生命的痛苦 自己众生的痛苦都一样 所以来这样受苦受难 所以观音菩萨了解众生的苦 他自己在受苦受难 所以愿众生都也离苦得乐 所以不断的在那边 各位你只要在家里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一直超度众生 一直消除苦难 大家多以慈悲心念观音菩萨 念一下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圆满无碍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所以希望大家升起观音 体悟众生苦的心 而愿意去救苦救难 所以麻烦各位到了晚上 就点个烟共香 就像各位今天点个灯 让他们都脱离孤独黑暗 饥饿痛苦地狱恶鬼 甚至被杀掉的动物 透过这个点灯的光 佛光 希望他们超度离开痛苦 各种方法 用灯 用食物 用水 我想帮助众生 慈悲才是我们的 共同的宗教 帮助别人 让别人快乐 让别人不要痛苦 让众生都成佛 那做死死是一个很好的方便 那各位要最好观想自己变成有慈悲心的观音菩萨 那我们的右手就要请他们来 刚刚他们还开车 到我们去路边 有一个女孩子撞车了 飞出去 死在那边 然后 我还真的请我们居士 故意去看一下 跟他说 师父他就站在路边 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妙喜 当然不是光他 这个时间有太多这些孤魂车祸 海边 海里面 世界各地 被杀了动物 各位都要想他们能够来地狱道 恶鬼道 所有动物 死亡人类 轮回众生 父母祖先 今天我们还要超度 写了很多牌位 所以替他们供养这么多 上供下施 所以他们念一下 来即解脱 如何让他们来 那我们就要有悲心跟惭愧心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冤情在主 过去杀生 吃肉 堕胎 过去死的 历代祖先 我们对不起的 希望他们都 我们以惭愧心 请求他们来 我们要把功德给他们 供养他们 当然能够找他们来 最主要是 感受到他们的苦 各位要学习 感受到对方的苦 如果做老公的 体悟到太太的苦 那就不会去虐待他 做太太的 体悟到先生的苦 做老百姓的 体悟到国家的痛苦 体贴对方 所以感受对方的苦 进一步承担对方的苦 希望对方的痛苦给我 希望我的快乐给你 再来甘露水真言 各位要抵 七滴水 七滴水 七滴水就是 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地狱 鬼道 出生道 通通有了 后面点一滴 代表你的父母 祖先身上的冤情在住 也得到甘露水 也为他们念一下 药师焉供 念药师奏 读药师经 念药师佛的名号 可以发财 可以身体健康 可以求世间的长寿 富贵 儿女 婚姻 这是世间的福报 更重要的 可以让你相信因果 正知正见 如果你的先生不信因果 你不要跟他吵架 多念药师经 药师佛 药师奏 药师佛就会加持他 正知正见 除了正知正见 让他发起菩提心 因为修行 也不能为个人解脱修行 那比较自私 修行要为众生 离苦成佛而修行 这个叫 大悲心 而发起菩提心 就是希望他们脱离地狱 到鬼到畜生到 希望他们消除 因为贪嗔吃烦恼 所造的身口意的恶业 通通消除掉 不但是众生 我们也一样 每个人都会造恶业 各位要经常忏悔 不然业障现前了 你就心脏病了 你就中风了 你就得癌症了 甚至车祸就来了 所以各位每天晚上都要洗澡 就要干干净净才睡觉 才睡得着 所以你每天最好都要忏悔 跪下来 忏悔 不但为这一辈子 也为上辈子 为无量辈子 不但为自己 更为爸爸妈妈 儿女子孙 不但为自己家庭 更为所有众生 因为各位都知道有地狱 他们在受苦 有恶鬼道在受苦 所以由自己关心家人 由家人关心世界 由世界关心所有众生 然后这样忏悔 那当然我们 刚向各位有八个佛塔 当你绕塔的时候 经典说 念不动佛心众 想着往生的祖先 或是往生者 三恶道众生 那你的发心越大 塔的力量 跟咒的力量 他们就不断地超度 所以我们要念三遍 希望他们都超度 特别车祸的 自杀的 堕胎胎儿呢 这些意外死亡了 不动佛都接他们去 妙喜净土 妙喜净土可以结婚的 金色的莲花 那他们到妙喜净土啊 他们就会外表很庄严 能出家的就出家 不在家也学习 不生气 菩提心的修行 那边没有魔 因为大家都不生气 就没有魔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会着魔 生气了 恨了 不好的想法 魔就会伤害 所以妙喜世界 没有魔 为什么 因为头套在那边 不会恨别人 不会生气 所谓冤心在主 他就是很恨你 你过去杀了他 他叫杀业在主 他就会让你开刀啊 心脏病啊 跌倒 第二种债主叫金钱债主 过去你欠他钱 骗他钱 贪污不还给他 他就跟着你 要让你破财 第三种叫情债债主 过去我们邪淫啊 把他抛弃了啦 甚至他执着你啦 反正就感情债 所以 特别对不起太太 对不起先生 也有情债在主 你就会 腰痛啊 所以男女就会 子宫啊 泌尿系统不好啊 还有口液在主 过去骗人家 骂人家 说人家 是非 对方就会恨你 那再来就是 喝酒吃肉啊 各种的债主 那无论如何 我们经常忏悔 慢慢的 不要再造恶业 承担众生苦 学佛就学这个而已 用钱 我们奉献一句造佛像 供生 供养出家人 用钱 用我们的生命 去帮助老人 病人 可怜的众生 学佛就在学这个 而且 供养到 没有我 奉献全然 百分之一百 不失 表示你要下地狱 我替你下地狱 你要修恶鬼道 我替你去恶鬼道 学佛就在学这个 所以修 我很喜欢修这个替身 用这个 来代表 所有我 一切 不失给对方 那众生就欢喜 他这些想要报仇 想要干嘛 他就欢喜 他就得到解脱 现在众生喜欢钱 我所有钱 所有钱都给他们 他们满足了 不要再去喂钱 去那边勾心斗角 骗 站在大乘佛教 什么叫大乘的心态 只要有一只小蚂蚁在受苦 那都是我们要负的责任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地狱 恶鬼道 那就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担他的痛苦 希望他赶快离苦 为他奉献生命 希望大家每天都这样发愿 世间很苦 解决不了了 但是我们小野账嘛 基福报 但是呢 究竟 我要去极乐世界 就像各位想睡觉一样 我要睡觉了 所以就希望自己 全部交给奥弥陀佛 不但如此 带着众生都去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啊 像个监狱 谁要住在监狱那么苦啊 这个娑婆世界 只能忍耐地活着 娑婆就是 只能忍耐地活着 出家人也会生病 出家人烦恼也很多 只要活着就是如此 但是有智慧的人 他就不觉得烦恼 没有我在烦恼 没有我在生病 没有我在痛苦 没有智慧 都觉得我在被欺负了 我生病了 别人骂我啊 没有智慧 所以为什么要往生净土 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 那个我就不见了 你到了极乐世界 就没有我了 你就会融入到极乐世界的功德啊 天天 供佛啊 天天听佛法 天天学菩萨道 从极乐世界再来 那就是来 来修行成佛啦 不是为了自私啦 从极乐世界 趁愿再来 倒架持行 普度众生 就像观音菩萨啦 都成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啦 然后 但是所以 做人如果执着 就会痛苦 做人如果慈悲 就会快乐 但是你要慈悲 你一定要没有执着 那没有执着 那你一定要有空性 但是如何得到空性 阿弥陀佛说 到极乐世界 我教你 释迦摩尼佛在这个世间 他可以教人家空性 但释迦摩尼佛 涅槃啦 谁也没办法 教你空性 只会讨论空性 什么叫空 我哪里在 没有体悟 只能知道 但做不到 所以我们也如此 众生也如此 除非你过去世 就正的什么叫空性 不然你也搞不清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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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